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你为什么跟随耶稣 是为了让祂改变你的生命 还是为了满足你的需求 让今天4月19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寻找耶稣 现在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聆听这一段圣言 若望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二至二十九节 那时候留在海对岸的群众 看见只有一只小船留在那里 也知道耶稣没有同祂的门徒一起上船 只有祂的门徒走了 然而从提比利亚有别的小船来到了 靠近无主祝谢后人们吃饼的地方 当群众一发觉耶稣和祂的门徒 都不在那里时 他们便上了那些小船 往格法翁找耶稣去了 当群众在海对岸找着祂时 就对他说 蜡比 你什么时候到了这里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寻找我 并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 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 你们不要为那可损坏的食粮劳碌 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 即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祂是天主圣父所印证的 他们问说 我们该做什么 才算做天主的事业呢 耶稣回答说 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业 就是要你们信从祂所派遣来的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在今天的福音中 群众都很积极地找耶稣 这样看起来很好 看起来耶稣的福传很有效果 但是 耶稣却很清楚地看到 他们把寻找耶稣的重点放错了 群众看见了耶稣喂饱五千人 便寻找耶稣 为了祂所给的饼 群众一心只想要耶稣 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 但有多少人是为了按耶稣 而寻找祂 跟随祂 为了听祂的道理 为了让祂的教训 改变自己的生命呢 今天 让我们坦诚地反省自己的信仰生活 有时候 我们是否也和群众一样 寻找耶稣是为了向祂要奖赏 要平安 要稳定顺利的生活 要安慰 要耶稣帮我们解决问题 等等 但今天 耶稣邀请我们寻找祂 是因为我们认出了祂所做的奇迹 这奇迹 不是那种步行海面 或增加自己的财富 或大病痊愈的奇迹 而是耶稣改变我们整个生命展望和前景的奇迹 试想想 耶稣为我们行了什么奇迹呢 在我们有困难时 耶稣陪伴我们度过 让我们学会交托和信赖 当我们被狭隘自大的自我困住时 耶稣让我们意识到 自己是如此的盲目 并一步步引导我们走向自由 耶稣虽然愿意照料我们 喂饱我们 但祂对我们更大的爱 是要和我们建立关系 要我们紧紧跟随祂 好让祂能教导我们 带领我们活出天主儿女真正的身份 潜能和自由 祂能给你那么多 是手奖 你难道只愿意在祂那里得到安慰奖吗 请品尝圣言 莫想耶稣准备好最好的礼物给你 只求你放下你一直放不下的东西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要跟随便宗 要跟随耶稣 你需要什么恩宠 将祂写在手心上 实时祈求耶稣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耶稣 让我今天无时无刻都寻找你吧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是为了真正的爱 而寻找耶稣 我们明天再见